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这样 那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两方玩家其实都是AI来做操作 那对手当然是我们刚升成健身教练 拿着自制游戏手把 展现研发多时的互动游戏 这是毕业生周俊叶大学四年期间的研发成果 好 这是我第三个专案 它叫Pong Game 那这边的Pong Game是用reinforcement 就是强化学习的方式去做训练的 就读硕士一年级的戴彦伦 解说自己的游戏设计理念 他们两位都是北科大互动设计系的学生 系上资源丰富 几年前更与辉达携手合作 我们在两年半前成立了 算是全国第一座的元宇宙XR研发中心 所以当时也汇聚了我们在产观学研 就是元宇宙的一些XR的一些成果 然后还有一些很棒的这些 很好的一些实战的经验 那后来辉达有看到我们相关的新闻 也很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元宇宙的成果 跟AI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业的趋势 把它结合得更紧密 那在两年前呢 也很感谢他们 就是有给我们高规的显卡跟笔电 还有安排他们的讲师到我们学校 跟我们的师生分享 最初我们当然是希望把这个 Studio认证的记忠 能够推广到所有台湾设计名校 希望透过学说空间呢 把算力导入学校 把软硬挺导入学校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跟北克合作刚好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空间 不只是 seminar跟 workshop 不只是硬体跟软体 我们还有教学课程上面的合作 那我们另外在学校老师研究上面 我们也具体辅导跟合作 另外还有在这个产学合作部分 透过学校的校友的人际网络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日前来台点名17所大学是合作伙伴 台北科技大学就是其中一间 双方合作时间已久 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 学生也不失所望 充分使用辉达资源 做出一件又一件令人惊艳的成绩 当时NVIDIA有提供一些电竞笔电 那我们去做研究 那时候是做了一个叫做 赋能式互动健身游戏项目 那后面有发表到 i3PO1 ICCE TW的国际讨论会上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品 它是用到我们NVIDIA的 Omniverse的这个功能 就是应该说例如我毕业专题 就是毕业专题它是一个 VR的战地摄影的一个游戏这样 那它是透过那个Unreal跟MetaQuest的 才去做那个制作这样 Omniverse 对 的这个Audio2Face 就是它有一个神经模型 它可以去侦测一个音乐 那这个音乐它会去对上机器人的嘴心 那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MV 一个音乐影片很好的一个素材美介 所以我们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程式 完成了我们第一支的这个 就是想要做这种近现代 近未来风 科幻风 鬼绝风的这样子的音乐影片 而且到现在2.24 其实蛮多人都把这个Flow 去包装成一样一个软体了 那就是现在很方便就是点开来 我要用这个功能就是直接用 不需要在这个就是很痛苦的环境构建 这样子 我就认为这是AI到现在最大的突破 挥达身为AI龙头带领人工智慧产业起飞 未来将持续与台湾多所大学合作 推动AI教育与研究创新 诞生更多优秀人才 1111媒体中心采访报导